我們第一週的時候畫了一個圈圈圖 還記得嗎 那個圈圈圖大概長這樣 大學 同學 大學就像這樣 大學應該有一點點 大學 然後呢 點右左 然後呢 最後我們外線抓 我們有一個全世界的姿勢 他不點了 那這次呢 最後我們 這個是碩數 最後呢 你會發現當你在做博士課程的時候 你需要去弄一個一點點 OK 這次博士 還記得這個圖吧 那現在我看到有一些同學的情況 我必須要先提醒你的是 如果你不是 你會發現你自己學的過程不像這樣 然後呢 通常 裡面會比較辛苦 你的過程不像這樣 譬如說 那不像這樣 會像怎樣 來 可以 你的過程不是這樣 小學 這個通常 大學 大學 同學 然後呢 到了大學之後 可能這樣子 大學 然後呢 這個大 稍微滑湯一點點 好 那這時候呢 有人 給救手 他就是這樣 這樣 這是他的研究手 那 這代表什麼意義 或許是相反方向的規定 或許 你在往這邊 這代表什麼意義 這代表他大學的時候 你可能是念 思訊系 研究所突然 担念法律系 或者那大學 研究所 担念資訊系 那 這就 確定一件事情 他沒有這塊 他沒有這塊 那 他突然之間 研究所要跑到這塊 可能 絕對 像 我有認識一些朋友 也都很接觸 像 我自己有一個同學 他大學 研究所一直念 資訊系 念到研究所去過來 他 跑去 再念一次研究所 一念 法律研究所 然後呢 就這樣 好像 好像 他選擇 他選擇 然後 現在在 在 那個 就是 發握 還儘量 考慮你的警察 到底 有啊 那 但是這個就是轉換跑道 你轉換跑道 那你轉換跑道的時候 你是必須要付出一些代價 比較順利的是像這樣 但是 當你轉換跑道的時候 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 第一個 你缺了基礎的這一塊 你必須要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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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研究所的時間很短 很短 短到你很難好還付出的 所以你的客人 你沒有辦法 當你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會有問題 這很正常 因為你要用兩個人 去顧問一下 至少學了私品的東西 而且再加上 接下來才能用你 指六指東西 對 非常幸福 那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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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 而是 先提醒各位 這是一條不好的走路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這是一條不好的走路 絕對不好走 那 所以呢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缺 缺那些 譬如說裡面的資訊組 但是呢 你是法律系統來的 你會缺 你會缺 譬如說 程式的能力 關於資訊背景的能力 你沒有學過的 那些 數學 沒有學過的 那些專業課程 那些 通通都會缺 所以這兩年 會非常辛苦 很努力把它合起來 所以 這個 我們先回看 這個 絕對是辛苦 那如果沒有這個 預期準對的話 呢 可能你要現在就好 那接下來 第二個 如果你是這種情況 也就是說 你是 研究所要說 是一致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情況 呢 上次我們有看過 對不對 我們要 研究所 的東西 其實沒有要求 要到達知識的邊界 他沒有要求 要到達知識的邊界的時候 其實你不一定 要做 要做 創新的東西 所謂的創新是指 那個 從來都沒有人 知道 卡案 意外是什麼 那些東西 不一定 要達到這一點 但是 如果你 可以達到 那很好 如果你達不到 應該大家不會勉強 那 所以 像 上禮拜 各位 一年級的 部分 那個 停中線同學 他本來不是說 要做一個CPU嗎 後來他聽過上課之後 我發現他就動搖 他就動搖了 他覺得 這CPU 好像不是我的專長 他從前從來沒有學過 這個 蘇維羅集社 集社這些東西的 現在要去 他發洩有沒有困難 即使是 他本來就是學 資訊領域 但是 因為 他從前都是在寫程式 然後現在突然轉流 跑到處裡 他就為了發洩的問題 然後 所以呢 我就跟他講說 他不然就做你最專長 用程式業 這個在做事 其實是 是 有可能 而且 障礙通常 不會太大 用程式BA 做一個系統 但是 這個系統 你就會在現場發現說 我做一個 電腦的 軟體系統 這個系統 並沒有達24的連結 因為通通都是 限有組織的 只不過 我把它 收收收起來 這個系統 但是 因為他是做的系統 所以 通常 你只要做的東西 好 大家 辦起來 你做的東西 有那種 做事程度的水準 但是 雖然他沒有達到 實施的邊界 一般人來講 考試委員 不會去要求這件事情 我會說 你一定要做出課 非得要上級 不可能 所以 有很多做事生 可以用系統 DN 那個系統 本身並沒有 超越 已有的系統 多殺 但是他有 用他的課點 你知道嗎 他雖然沒有 超越已有的系統 但是他會有他的課點 這樣 DN 應該是 塞 在 一般的 碩士 畢業學會道 之內 所以 你要怎麼走 沒有說很硬性的規定 我們上禮拜 上上禮拜 所講的那些 通通都是軟性 但是 越往國式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硬 那接下來就有個問題 我們剛剛看到說 我可以用團體 也會 可以做系統畢業 但是 那個 不是我們今天主要講的 因為 那個 純粹是看了 但是 但是 如果 你今天走的是比較正常的 研究型的 的 那種 東西的話 那 你還 眷缺 很多眷缺 一些東西 當你要開始做研究的時候 我想請 各位 你們從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開始 從哪裡開始 我第一步應該做什麼 我第一天應該做什麼 我現在想做研究 但是 我第一個小時 我應該從哪裡下去 有沒有人能回到我這個問題 好 那 我要告訴各位 當你 想開始做研究的時候 如果 你領域大致上 我也 我也知道 我們應該從哪個領域下手 那 接下來你需要的是 工具 那 各位知道研究的工具用什麼 通常 特別是 資訊領域而已 那 電子領域我比較不少 資訊領域而已 通常我們用的工具會是什麼 有 有 有 軟體 軟體 譬如說什麼樣的問題 C小 C小 C小的C加加 好 C小的C加加 好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這 研究工具到底是什麼 能夠 舉出 任何一個 不管是哪一個 資訊變成哪一個領域 只要他是 以用而研究的工具 你現在就請告訴你 Enjoy Enjoy i i 還有沒有 請問你正在做很注意的 而且你又來上回 還有沒有 增加蛋 還有沒有 那我要放出這位呢 這些當然可以當工具 但是 對於那種 你的題目就是實作 我就是要做一個系統的那個人而言的話 那你選這個應該也可以 你選這個選這個應該都可以 我的實作是要做系統的人而言 那我選這個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我的實作是要做研究的人而言 我非常不建議你們用這個 為什麼 當你實作是要做研究的 就是說你的研究是要做 做 研究方向 而不是做實作方向的 而言 就是說有些人 用手機 然後搞一個 觀光導彈系統 然後做私立位啊 對 那想這樣子啊 OK啊 當然當然就是用Android的SDK 啊 因為就是用手機 而且現在是 是Android的 手機 特別強了一段時間吧 對不對 當然OK 但是這問題是 如果你今天是做研究的 研究型的那種 也就是說 你要有一個 實驗方法 然後進去做實驗之後 得到某種結果 然後你 你告訴人家你的結果 說我的 我的實驗結果是怎麼樣 兩四種東西 那你不應該用來做的SDK 對不對 那你也不應該用C++ 都不太貴 這時候你應該用什麼 Android是最常見 很多人 想到說 我做封城會的研究 第一個 想到Manet OK 那我告訴你 因為Manet Lab是一個 不弱的工具 但是 我不喜歡它 好 為什麼不喜歡它呢 因為我不會花錢吧 所以 我 立場不用 那 各位一定會想 我不要用Manet Lab 買什麼東西可以用 在場 有誰用Manet Lab 是這樣的 好 不要講那個 所以 所以 Manet Lab 我不用它 但是 我如果要寫Manet Lab相關的程式呢 我會用這個 Aki 開放聯食碼的Manet Lab 這兩個呢 程式語言 基本上下落 95%以上下落 所以你通常 你Pay Lab上面 程式可以 可以跑 Aki 上面 通常你可以跑 除非但是很特殊 很特殊的 有利用 好 那Pay Lab 和它體股 通常有一個 它跟這些工具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那這些工具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這些是做研究用的 這個是做 食物用 食物和研究的管理 真的不一樣 如果你 沒有理解到這一點 你用C C加江 C效果 去寫 本來應該用Manet Lab 所做的那些東西 你會在X 然後呢 吃力不討好 你花了10倍的力氣 卻得不到 的加以倍力氣所得到的成果 所以 勝選一個工具 當然沒有也必有不同的工具 所以 不只只有這些 可以用 像主的意思 最近好在用的 OK 那 各位知道Manet Lab 它們都是以矩正 為基礎的管理 OK 那你就說 它背後的數學 其實是有的 它背後的數學 是以線性代數為主 OK 但是R呢 這套管理呢 是背後的數學 是記憶體管理 那它比較像商業盤的什麼樣子 它比較像商業盤的SPSS 那它比較像商業盤的SPSS 所以 可以用 特別是 在機率統計上面 很強的 這個東西 那你會發現說 我到底要選擇 還是選這個 看你到底做什麼 研究我自己 如果你做的東西 需要很多的機率模擬 啊 統計模擬啊 那你當然選它 那如果你做的東西呢 是 偏向於 呃 矩正的處理為 為主 然後比較多的 那就想要領 或者領域 那還有還有很多 相關的 工具 那目前我們看到 以 一般的 研究領域 這兩個是 我看到比較多的 那如果你做的是硬體 那不是用這個 如果你做的是那個 數位邏輯設計 那你不應該會是用這個 那你不應該會是用這個 可是數位邏輯設計那邊 它有 自己的 軟體 比如說 Atebra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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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s 還有Line's 那 那 另外 如果你做的是 比如說網路上面 的 協定 傳送的速度 這種 分析研究 那 像這個 CM 它有寫 一個書 那個書 是用 NS2 在跑 網路的 相關的東西 配改變 中間也要寫一些層次 那如果 你今天要做的是 那種研究 你就用C去寫 不是 最後你會寫 會蠻辛苦的 往往 這種東西 一行層次碼 你用C 寫個一千號 都寫不出來 為什麼 光是一個指令 要畫 寫 你要寫多少 像 把根絲這個 影像是0的前線 所以 懸對工具很重要 懸對工具 你做起來 就會非常輕鬆 但是你懸做工具 不只 不只 非常累 而且 會影響到你鼻翼 而且 做這個實驗 又辛苦 又視力不討好 最終拿出來的東西 就壓強不夠 因為幾萬很多東西 誰幹的 那你也很難 專注在做蘋果花 他的東西做好 而且做改良 在地上面 做實驗 做蘋果 都很難 所以 請你 先找出 你 接下來做研究 你應該用的工具 所以我們要出今天的作業 今天的作業是 請你選出你的研究領域 然後選出你所 要採用的研究工具 然後說你不會死 那有些人都覺得 我才一年級 我還搞不清楚 我的研究一定在那裡 你的工具是什麼 我叫來 不是他 讓我們 強迫你去想 那這個呢 是 今天的作業 但是 我覺得 其實最後也是 有辦法 有辦法 有辦法去想這個問題 雖然 你的答案不見得 馬上就 你可以去找 那你可以去問你的老師 如果你已經全天知道了 你應該問他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領域的研究工具 應該用什麼 我們這個領域 你應該看哪幾篇論文 就是最前線的問題 如果你是做也不行 那如果你是做食物型的 那通常就是 坐下去就好 反正成果出來之後呢 想辦法寫電報告 然後提口試 想辦法找DAP 但我們其實還有一個 異性的問題 不只寫電報告 你還要簽口感 然後被接受 才對提的 OK 你們有什麼問題 關於今天的一部分 或上次的部分 來吧 那就照說訊欄 從這邊